大家好 我是李智敬 今天是2021年4月6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民主黨昨天開了討論會 討論一下將來是否再次參選立法會選舉 以及會否支持他們的區議員宣誓 究竟討論結果是怎樣 是否會找到劉慧希出來參選 試說又為何對民主黨的發展大潑冷水 另外繼去年8月黎智英被捕時 一傳媒股價出現異動 最近幾天黎智英非法集結被裁定有罪 股價又再次不跌反升 究竟今次的異動是否又有誰在背後操控 證監會到現在又為何還未展開調查 在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將這段影片廣傳下去 讓更多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 習慣修訂的條例草案 在3月17日時在立法會開始一讀和二讀 預計今個月會三讀通過 到時會規定區議員 需要宣誓擁護基本法 以及效忠特區政府 根據修訂後的條例草案 區議會條例第24名 便會說明 任何民選議員 如果不符合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 便會立即喪失擔任議員資格 而在上星期二 即是3月30日 印大常委亦通過修訂基本法 附件一和附件二來完善我們香港的選舉制度 完善後的立法會選舉 直選會餘下20名議席 而且如果要參選 要得到選委會不同界別的提名 令到一群從政思維都很狹窄的攬炒派 都擔心日後的參選空間 為何他們會那麼擔心 因為如果他們不能當議員 便沒有了良知 你猜爭取民主自由 真的可以飲水飽嗎 亦正因此 首當其衝的攬炒派第一大黨 民主黨 昨天舉行了一個交流會 讓黨內區議員和中委 一起談談黨內區議員 是否應該宣誓 以及將會否參選立法會 作出這兩個問題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 在會後跟媒體說 昨天的交流會 大約有40至50個核心黨員參加 其中包括40個區議員 在三個小時的會議中 他們大部分時間都集中討論 民主黨之後應不應該參選立法會 羅健熙說會上有很大的意見分歧 他說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在交鋒 他說有黨員擔心如果參選 就要擺下尊嚴 失去某些立場原則 但也有些成員認為要緊守每一個參選的空間 憂慮即使民主黨不選 都可能會有其他反對派選 令民主黨的意見被邊緣化 亦有人質疑 民主運動如果沒有選舉怎麼辦 說口說做壓力團體 實際上民主黨準備好了嗎 最後他們在會議上達成共識 會透過會員大會投票決定 最後他們在會議上達成共識 會透過會員大會 即是全體會員大會 去投票決定將會否參選 而這個會最遲將會在選委會選舉後召開 至於討論區議員是否應該宣誓時 羅健熙說只用了15分鐘就達成共識 基本上同意支持區議員宣誓 他提到會議上有區議員說 很重視對選民這四年的任期承諾 同時亦說之前在參選時 都已經簽了一個聲明 所以再就條文宣誓沒有大問題 亦相信一直以來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符合基本法的 其實梓敬說這個討論結果也挺合理的 你想想 昨天參加的人裏大部分都是區議員 他們為了自己的生計 當然希望有得繼續做 所以大部分都支持宣誓 至於立法會選舉 就算民主黨最後決定參選 都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選 因為立法會比較少位 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參選 那些沒什麼機會上位的區議員 這個時候就叫口響 說什麼參選會放下尊嚴 宣誓不見你說放下尊嚴 那你部份有機會選那些 就是會支持他們 算了 說謹守每個參選空間 就是有得選那班人 所以其實梓敬說 他們說到這麼多東西 其實都是多餘的 其實到最後 又是說錢 一些黨內的年輕人 如果以後沒有參選的空間 他們又如何賺錢 還有其實就算民主黨 表決了什麼出來 到最後都是沒什麼意思的 因為大家還記得 去年的時候 他們說用民調決定 是不是留任立法會一年 最後就因為結果 差異態勢 就不管民調的結果 由那班立法會議員 密室談判 作出所謂的政治判斷 決定留任 其實又是為了良知 這一邊商民主黨就開會 試圖合理化 他們為求良知的決定 另一邊商民主黨元老 劉慧卿接受有線電視訪問的時候 就說如果參選 需要向選委會五大界別 拿提名的時候 選委裡可能有人會列出條件 說你是否愛國者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那樣 他們就說 這樣還有沒有尊嚴 他說如果這麼辛苦 屈辱才可以拿提名進去 那怎樣做議員 被問到新制度下會不會杯葛選舉 他就說明 當然是不選 我就不會參加 其實劉慧卿 當然說得口響 他自己做了這麼多年 立法會議員 賺了這麼多錢 上岸 當然是假裝不選 你說上岸而已 但你那些年輕黨有味 有些可能做了很多年區議員 現在40歲 如果你叫他轉行 他又沒有什麼專業技能 可以去做些什麼 還有劉慧卿也多餘 說拿提名 別人對你有要求就等於有屈辱嗎 喂 你去參選任何選舉 好像指敬之前做區議員 拿提名的時候 提名得給你的人 當然會對你的政策立場有些要求 難道你問我拿我就給你 所以劉慧卿這個說法 根本是拿來講的 怎樣都好 面對這個矛盾 全國政協副主席 亦是我們的前特首梁振英CY 昨天在4月5日在Facebook出帖 說民主黨近日痛定思痛 籌到內地及政制事務委員會 原本是好事 但看到有報導說 有民主黨的中委 竟然對成立委員會傳疑 擔心外界喘測 民主黨去北京跪低或是嗜好 所以又再次引發黨內的矛盾 CY說今次的矛盾是因為民主黨內路線有分歧 問題的根源就是 民主黨近年招收黨員太濫 又沒有凝聚力、領導力 所以馬不聽人的指揮 而人騎在馬上 任得馬亂跑 越來越驚 CY說問題的關鍵在於 民主黨是否承認中央憲制權力 和全面管治權 而民主黨近年不上北京 不進入中聯辦 不做調查研究 只是跟著其他人要求 公民提名必不可少 結果就衝落懸崖 CY說民主黨的部分黨員 還盲目迷信群眾壓力 以為有人支持佔中暴動 例如美國給壓力 北京就會走反 結果就是鏈爆輸 CY認為民主黨唯一出路 拆彈的方法 就是將民主黨分拆 將認同中央權力的 繼續留在民主黨 不認同的就走 就像賣豆漿油條 和賣咖喱牛角包 各行各路 對於CY的分析 可惜指景也很認同 事實上過去民主黨 也是一個比較溫和的反對派 在2011年時 曾經跟中聯辦溝通 支持過政改方案 可惜近年來 民主黨的領導反而被黨內的乳鴿 把持 弄得完全失控 變成民主黨和其他激進的攬炒派 變成沒有分別 才弄得今天 其實早知如此 又何必當初呢 不過其實指景也不太明白 民主黨要死就由得他死 CY做甚麼要搞正他們 不過可能我們這邊的正常人 就是這麼有同理心 不想看到別人堪自己的頭埋牆 豪然雙向 但最後至於民主黨會否聽 就要看他們自己的做法 說完民主黨 想說一說壹傳媒和黎智英 正常的股票 當有對公司利好的消息出來時 當然會升 但當有對公司不好的消息出來時 當然會跌 但這麼正常的規律 套在黎智英創辦的壹傳媒身上 似乎不太合用 就像去年8月10日時 黎智英和他兩個兒子 因為涉嫌違反國安法和串謀詐騙罪被捕 正常公司股價聽到這樣的消息 當然會跌 但怎料壹傳媒的股價不跌反升 股價在短短幾天中 由最低的是7仙 炒至最高的1.96 一度瘋狂升了25倍 以為那次是個別事件嗎 在4月1日時 黎智英涉及的818非法集結案裁決 在之前那天壹傳媒的股價竟然再次出現異常波動 看看數據 原來在3月30日時 壹傳媒的收市價仍然是1號6仙 但到了3月31日開始的時候 股價竟然開始一直升 急升到2號1仙 升幅超過28% 雖然最後是1號8仙 5時收市 但收市的升幅仍然有12.8% 即是再次壹傳媒對公司有不好消息出來時 股價不跌反升 今次壹傳媒的股價再次出現異動 很多人都覺得不尋常 其實自從去年8月 壹傳媒的股價第一次發生異動以來 已經有很多市民要求證監會去調查 但證監會只是在8月11日時發了一個聲明 說 鑑於以上所述的異常升幅 投資者再買賣壹傳媒有限公司股份時 需格外謹慎 只提一下就算了 但未有實質行動 真是很奇怪 證監會不做事 搞到要靠我們香港的警察做事 所以去年9月時 警方毒品調查科的財富調查組 拘捕了15人 說這群人在8月10日至12日期間 即是黎智英被捕的兩天 合共買賣超過13200次 壹傳媒的股份 涉及16.9億股 當警方調查時顯示 被捕者透過社交媒溝通 以密集式的股票交易 製造虛假的交投量 推高整個交投額 接著再引散戶入局 在股價高位時 他們當然是散貨獲利 在整件事中 更加有年長的人士 即是老友記 因為感而損失百萬 官財本都沒有了 真可憐 事實上無論你從甚麼角度看 壹傳媒的股價都不可能升值 壹傳媒今年的財務飽受困擾 只到去年9月底為止 全年已經虧了1.45億 連虧5年 如果這5年加起來 合共虧損了16.77億 如果只看2019年的總收益 就已經跌了11% 跌至11億5800萬 就連他們最重視的數碼業務的收入 都只剩下5.46億 減少了5.3% 而且壹傳媒全年的廣告收入 還要大跌32.5% 剩下1億6300萬 如果只計他們下半個財政年度 他們的廣告收入 就更加按年收縮了四成 剩下7100萬 那股價又怎可能會升呢 而且他們近年還不停裁員 根據壹傳媒的業績報告 截至去年3月底為止 壹傳媒現在剩下2,323個員工 比起前年9月底 減少了足足194個 而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壹傳媒的核數師 中正天行會計師 被委任不足一年半 日前突然宣布要辭任 你說是否很有景韻 無論如何 其實公司那麼有問題 股價的波幅那麼異常 證監會是很應該調查的 所以希望證監會不會只懂得發聲明 然後將調查工作給我們的香港警察做 希望未必再有老人家 因為這隻股票 搞到他的觀財本都沒有了 因為為了黎智英 不值得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在國際輿論的問題 隨著國安法的實施 香港現在已經變得相對平靜 而由於最近警方開始對假記者加以打擊 以及我們KOL-100的出現 香港現在的輿論 已經比起反修例暴動時好很多 而那群攬炒派見到在香港大勢已去 最近都紛紛轉移輿論陣地 由香港轉戰外國 打他們口中所謂的國際戰線 即是意圖在國際層面抹黑我們的國家 抹黑我們香港 來打擊我們的國家 在外國市民心目中的形象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那群小黃人 配合外國的輿論攻勢 不斷地露屈我們的國家 說我們的國家進行種族滅絕 屠殺新疆的少數民族 所以我們國家最近都開始重視 要在國際層面說一些屬於我們國家的真相出來 來平衡一下西方媒體 西方政權對我們的抹黑 就連我們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趙立堅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等等 最近都上了twitter一起落水 打這場輿論戰 甚至乎我們的香港警察 都積極運用twitter來平衡外國人對我們的抹黑 所以最近 紫敬連同葉太葉劉淑儀 好兄弟周浩鼎和金文峰 都開設了twitter的戶口 一起支援我們的國家 去打這場輿論戰 我們KR-100要由香港的戰場 衝出國際 配合我們的國家領袖和美國人的輿論機器 缺一死戰 所以 希望各位正常人都可以支持我們 如果有用twitter的話 記得去追蹤我們的帳戶 我們也會把我們帳戶的連結 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如果大家沒有用twitter的話 也鼓勵大家可以下載app 然後開帳戶 大家一起努力平衡外國的抹黑 讓外國人看到一個真實的香港 真實的國家 但是我們都會做到兩個小的 當中優惠 我們去戰鬥突破壁 我們去戰鬥的 這就是我們去戰鬥做一件事 要找來的 發展 我們來看 我們去戰鬥出國際 我們來看 你們也知道